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真的是特别地养眼 今天大家都是青春靓丽 而且是穿着运动装来的 的确今天我们的话题 是与运动相关 那我们先来看看屏幕上 有几种运动方式 跑步 打篮球 踢腱子 打羽毛球 还有打排球 大家喜欢这些运动吗 喜欢 但是我们说 有的时候运动方式不当的话 很有可能会带来身体上 某些部位的伤害 那周一你看看 如果要是常做这些运动 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是 身体的哪个部位呢 我觉得是膝盖 你看跑跳投 我喜欢打羽毛球 有时候会急停急转 我觉得膝盖部位 或者是脚脖子那个部位 是最容易受伤的 小萌 以你的经验来看呢 我觉得脚受伤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吧 那林亮呢 我也觉得脚的受伤几率大 因为基本上所有运动都会跟脚有关 而且会造成那个抽筋啊 什么一些的问题 小夏呢 我打篮球老戳手腕 就是有时候肩膀也老 跟人撞完了老伤着 所以我觉得手腕和肩膀也有可能伤着 还真是 刚刚大家都分析了自己 在这个做运动的过程当中呢 最容易出现的一些局部的问题 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了另外一位专家 在他的眼中 做这些运动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部位容易受伤呢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张明珠主任医师 欢迎张主任 你好张主任 欢迎您 主持人 您好 教练好 刚刚大家也分析了 如果要是常做这些运动呢 集中在膝关节 足踝部 甚至有的时候 肩关节都有可能会受伤 大家分析的有道理吗 有一定道理的 除了大家说的一些运动损害呢 这里有一个共同的运动损害 那就是肝肩损伤 肝肩损伤 对 因为这些运动啊 有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要跑 跳 那我们讲千里执行始于足下 我们每走一步呢 都需要我们跟剑来执行 对于跑和跳呢 尤其需要跟剑来完成这个动作 那因此呢 如果反复的跟剑的使用呢 就可能会存在一个跟剑的损伤 跟剑其实就是我们指的 对 后面的这根筋 是的 脚后跟这里最大的一根筋 那大家知道啊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中啊 不完全统计 目前有13位球星发生了更肩断裂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有 科比 布兰特 我们今天可以看一下 2013年呢 科比布兰特 当时更肩断裂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 好 来看看啊 当时呢 他是要转身摆脱巴恩斯的防守 但是呢 一发力呢 他就没法再运动了 实际呢 是更尖断裂的 哇 一定剧疼嘛 对 他当时呢 还以为巴恩斯 踢了他一下 但是实际上没有 可能对于职业的运动员来说 他们运动的这种程度是很剧烈的 对 所以常容易发生局部的一些受损 而且刚刚您提到很多运动 确实是需要我们下肢 尤其是足踝部要发力的 是的 那是不是这个力 一旦要是使出来的话 其实那个力量可不小啊 这个力量很大的 我们可以上一下道具 好 来 请上道具 那我们结合面前的模型 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力量大概有多大 首先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跟肩的解剖构造 那跟肩呢 它是位于小腿和根骨的后方 实际上是我们体内啊 最粗壮的一根肌剑 那我们再看它的解剖图 这跟肩呢 它的全长大约15厘米 但是呢 它承受的力量是很重的 比如说我们在平时 正常行走的时候啊 它要复合我们全身体重的3.9倍 像我们前面这些运动中 如果有跑跳动作 那它承担的力量呢 是我们体重的12.5倍 也就是说它这个小小的跟肩呢 它承受的力量非常大 因此呢 如果一旦有跟肩炎 那它如果不合适的一个运动方式 或一个发力的话 就可能会造成我们跟肩断裂的 那我们就以小夏为例 你体重大概是多少 我大概是85公斤左右 170斤 所以当你行走的时候 你算一下 跟肩大概要承受多大的外力 4倍 对 170乘以4 600 小700斤 对 将近700斤 差不多 那如果要是跑步的时候呢 那就 2000斤左右 对 天哪 太不可思议了 相当于一个卡车的力量 就它再坚韧 如果要是长期受这种外力的刺激影响的话 它早晚有一天可能也会松解的 是的 其实很常见 那我们的门诊呢 也会经常发现 有的时候一周会有两例的 根肩的完全断裂的患者 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有一个典型的病例呢 是赵先生 他今年呢是48岁 在春节正月初六的时候 他在一次羽毛球双打中啊 不慎呢 损伤了根肩 那当时呢 他以为没有发生断裂那么严重 只是呢 做了简单的冷腹 回家休息了一周呢 还是没法正常走路 然后呢 到我们诊来看的时候啊 我们通过体格检查 通过核磁工针片的检查呢 已经发现了根肩是完全断裂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当时的核磁工针片子 好 根肩断裂是什么样子的 你看啊 为了这个更好的做个比较 那左边呢 这张是个正常人的根肩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后侧呢 是一个连续性的根肩 但是呢 右边呢 是赵先生的核磁工针片 那我们可以看见花圈这里呢 它是完全断裂的 而且那个发白那个地方啊 是有一个间隙 愈合呢 是有一定困难 而且呢 没法执行 它这个走路的功能了 哎呦 那就是挺严重的啊 对 这个是最严重的 完全断裂的 其实发生的这种情况是很常见 就是打球嘛 对 就打一把球 但是没想到结果却是这么严重 是的 这的确是挺让人出乎意料的 但是您说跟肩 我觉得它的韧性应该是很强的 是的 怎么可能就是打球 无非就是钝地这样的动作 就会把跟肩给拉折了呢 赵先生呢 相对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啊 他这个跟肩呢 已经发生了跟肩炎 所以呢 它当时呢 可能一个异常的动作呢 就造成跟肩断裂了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它的核磁弓针片 就是原本它跟肩 也不是特别的健康了 有一些小毛病了 它已经有炎症了 那我们可以比较着看一下 那左边呢 是正常跟肩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见 红圈内呢 跟肩呢 是均匀的黑色信号的 但是赵先生的跟肩呢 我们可以看见 黑色的信号中间 有一些小白点点 那这个白点点呢 实际上是跟肩组织啊 发生了变性 也就是说正常的跟肩组织 它变成脂肪 或者是其他的组织 那本来像您说的 跟肩是很强劲 很有弹性的 一旦变性之后呢 它就变得很脆 那它的强度也减弱 所以呢 一旦一个异常的外力呢 就会造成跟肩的断裂了 而且刚刚您提到的 那位赵先生 好像本身就是有一定的 跟肩炎的坏的基础啊 是的 这个跟肩炎 它发生的炎症 应该不是说细菌 所引起来的吧 不是细菌 它不像我们肺炎 是有什么细菌 或者什么病毒感染的 它是呢 一种慢性的 无菌性炎症 那这个跟肩的炎症呢 主要是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 反复的跟肩的损伤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一个小动画 平时呢 我们运动啊 跟肩呢 受的力很大 可能会造成我们跟肩 细微的损伤 那损伤之后呢 就会有水肿和出血 久而久之呢 就形成斑痕 那么强度呢 就会减弱 它的强度减弱之后呢 就变得很脆 一旦受到一个外力的作用呢 就会出现 跟肩断裂了 其实如果要是非常健康的 强韧的跟肩 有可能我们是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 不会轻易地就断裂的 还是它本身受到了 长期的运动的刺激 有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了 再加上爆裂的运动 就有可能会带来跟肩断裂 是的 哇 所以啊 我们热爱运动的四位嘉宾 平日里一定要好好地关注一下 我们的跟肩的健康了 是啊 那有没有感觉到 比如说做完了某些运动之后 确实是这个地方 有一点点不太舒服 周瑜有吗 有啊 就是比如打完一毛球 或者做完一些轻微的运动之后 觉得小腿肚子特别酸胀 我觉得可能是跟肩的拉伸 牵引有关系 那你是有不舒服的感觉 对对对 很明显 那也有 对 然后就是我喜欢跑步 一周跑三次 每次四十分钟 然后跑完了小腿肚子 特别胀 特别硬邦邦的 然后就是特别难受 膝盖也不舒服 脚跟 脚踝都不舒服 需要拉伸好长时间 才能缓解过来 所以确实也感觉到了 跟肩的不适 那林亮你呢 我也有 因为每次打篮球 我也喜欢打篮球 打完篮球之后 明显感觉这一块 就跟肩那块 就感觉很酸痛 酸痛啦 酸胀 小夏你有同样的感觉吗 我一旦得过跟肩炎的病 我觉得 因为我原来跑步加打篮球 特别频繁 后来有一种 我脚跟往上的一条筋 当时也不懂得要跟肩 就是特别特别疼 就这有点撕的那种感觉 当时也没去医院 就歇了大概一个多月 后来稍微好点 现在还那点了 估计当时可能 就是有炎症了 有可能 所以如果要是 减轻运动的频次 或者是程度的话 甚至不运动了 会不会就避免 跟肩炎的出现 甚至是跟肩断裂的出现 实际上我们有一些 没有运动的人 平时也发生跟肩断裂的 除了我们要减轻 我们运动的强度 或贫度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会影响 我们跟肩炎的因素的 所以得帮助大家 来了解一下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包括运动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 危险因素存在 待一会儿我们要带着大家 来完成三个有趣的小测试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中国红行动 独家冠名播出 那张主任先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测试是什么呢 第一轮测试呢 叫跑步落地姿势测试 这个测试呢 我们是看大家 在平时跑步中啊 是哪一个点落地的 那有可能是不是存在 对我们更见有损伤的因素 那在我们录制这期节目之前 我们邀请四位嘉宾 拍摄了自己跑步时的短视频 咱们先来看看各位 跑步时的发爽英姿 明亮 大家也认真看一看啊 她跑步时候的状态 再来看小夏 看她的脚 大家认真看 好 小萌 哇 太帅了 哇 奔跑 哇 太帅了 看她脚步是到底的 这才是跑步该有的样子哦 来 再来看周宇 不是跳的 你这是美的 跳舞 很美 很美 好 那我们先自己分析一下 谁的这个跑步 落地的那一刻 脚的姿势啊 动作啊 有可能会存在着 根腱受损的风险 我觉得我应该是不对 因为我每位跑完步 脚跟都特别不舒服 我觉得我的也不太对 跑得时间一长了 也会酸痛 也会疼 周宇觉得小萌跑得怎么样 我觉得跑得特别带劲 都有力量啊 那种奔跑状态 我们其他三位都没有这个状态 感觉小萌很专业 我对自己也不自信 因为我很少跑 拍的小片 恨不得一顺便了 那通过这第一轮的测试 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谁有可能会存在着 跟腱受损的高危风险 来看结果 结果是 力量 前脚掌着地 点脚中风险 夏勇 后脚跟着地 高风险 小萌 后脚跟着地 高风险 周宇 前脚掌着地 不常跑 风险 跑得太少了 风险就低了 那我们结合刚刚的这个视频 请张主任帮我们一一来分析一下 大家存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看周宇 周宇呢 他跑步自是其实很正确 你看呢 他是前脚掌着地的 然后呢 中心前倾 所以呢 他的后边 就是跟腱受的力是最小的 所以这种情况 跟腱受损的机会也最小 风险也是最低的 力量这里呢 他是前脚掌着地 但是他有个问题叫踮脚 就是他前脚掌啊 这个动作没有过度到脚后跟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呢 跟腱受的力呢 相对也比较大 我们再看夏勇啊 他完全是脚后跟着地的 顿地跑 那这种情况 跟腱呢 他是会被牵拉到最长的情况 那他受的力也是最大 所以呢 他受到跟腱损伤的风险 也是最高 那久而久之 如果坚持这种跑步的话 就会很容易发生跟腱炎 小萌呢 他跑得比较多 那但是他的 你看这里 他落地呢 是脚后跟着地的 其实跟腱呢 受的牵拉度还是很大的 而且他的中心呢 不是特别前倾 另外一个风险就是 他的不服比较大 所以这种情况 其实这种情况呢 就容易牵拉跟腱 所以呢 如果想保护跟腱呢 要小不服 然后前足着地的这种跑步呢 就是比较容易保护我们的跟腱 防止跟腱的损伤 刚刚您提到 其实在跑步的过程当中 跟腱受到的压力 是我们体重的十几倍 十二点五倍 对 十几倍 所以这个力量真的很大 这样讲起来的话 还真的是跑步的姿势 尤其是脚落地的那一刻的姿势 很关键 就会影响我们足跟腱的健康的水平 是的 那如果我们跑步的时候 有这种后脚跟着地的不好的习惯 怎么去改善它 能够避免我们足部的跟腱发生损伤呢 今天我带了我的同事 给大家演示一下 正确的跑步姿势是怎样的 好 来 我们邀请屈峰护转任医师 欢迎屈医生 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好 你好 屈医生 小夏你赶紧来学习学习 好了 好了 因为刚刚提到你这个 跑步落地姿势 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的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段 跑步的姿势 来告诉大家怎样 避免跟腱损伤 认真看脚 这就是标准的姿势 您说说要点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平时锻炼身体 不需要像专业的运动员那样 去控制我们的身体姿势 但是有一个原则需要我们注意 那就是我们采取脚掌着地的时候 脚掌要轻柔地慢慢放下 然后我们的脚后跟要轻柔地着地 这样能够分担我们身体的重量和冲击力 还有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 我们跑步的不服 不能卖得过大 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足根 重重地砸在地上 总之就是我们要尽量合理分配 我们身体的重力 来减轻我们跟腱的压力 小夏加油 你再跑一遍 然后去医生帮你调整调整 别踮脚 其实我发现我们的嘉宾 已经比他这个视频上跑得好很多 很棒很棒 跑步的时候有这么几个要点 我们在跑步的时候 身体上身要保持舒展 身体略向前倾 往前倾一点 对 然后我们落脚的时候 落脚这个位置 要与我们身体的重心 在一个直线上 对 对 对 像这样 我们尽量希望能够前脚掌着地 但是前脚掌着地以后 后脚跟要慢慢地轻柔地放下 这劲儿挺难拿的 小夏 你先原地找找感觉 小夏 是这意思吗 对 对 对 好 来 小夏加油 再感受一次 好度了 真的 非常棒 非常棒 是不是感觉到轻盈的 对 特别轻松 感觉身体整个都轻松了 以后运动的时候 就按照这种方式慢慢去调整 那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 来做第二个测试 这个第二个有关于根腱炎 或者是根腱受损 根腱撕裂的高危风险测试是什么呢 那么第二轮测试我们叫 斐肠肌蓝缩实验 因为斐肠肌蓝缩呀 它直接会影响我们的根腱 一旦斐肠肌有蓝缩呢 我们根腱就有可能损伤 咱们先跟大家来明确一下 这个肥肠肌大概在什么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动画 那么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的解剖位置以及它的作用 好 腿肠肌呢 它分为内侧头和外侧头 它起于我们大腿的鼓鼓远端 向下呢就形成这个肌腹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腿肚子 再往下呢就形成 这个白色的腱形组织就是根腱了 因此呢它俩是联位一体的 而且呢止于根骨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 这个肥肠肌和根腱 它是跨越两个关节 膝关节和踝关节的 因此它同时可以曲曲 我们膝关节和踝关节 那它的作用呢 是维持我们身体的平衡 尤其曲曲我们踝关节和膝关节的 怎么来看我们是不是有这个 肥肠肌蓝缩的可能性呢 这个测试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 就是分别测试在我们膝关节 伸直和我们膝关节区区的状态下 我们踝关节背伸的角度 如果我们肥肠肌有蓝缩 就是它变短了 变短了在我们膝关节伸直的时候啊 我们的筋端已经肥肠肌拉紧 但是呢远端的踝关节的活动呢 就会受限了 因为我们这肥肠肌变短了 已经缩回去了 如果肥肠肌没有变短 它的活动范围是很大的 那反过来我们膝关节在弯曲呢 弯曲的时候相当于这个肌肉啊 处于放松状态 那它远端的踝关节活动呢 就不会受限了 它的向上勾的角度就会变大 那我们待会儿呢 在现场带着四位嘉宾来做一个演示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了解一下 自己的肥肠肌是否有蓝缩的可能性 那我们拿上道具来 我们首先呢做深吸的状态 就膝盖伸直的时候 我们测量一下它的角度 就是要使劲地推脚掌是吗 对 也不要太用力 86 我们要用90度减去这个度数 86就是4度 4度 记一下4度 4度 好了 然后我们再做屈膝的状态 那膝关节屈曲之后呢 这个角度应该得到改善 83 83就相当于7度 在两次测量的角度差值只有3度 3度 3度 经过测试之后 结果如何呢 是会有根腱受损的高位风险呢 来看结果 我们主要看差值 灵量差值为13度 软缩 小夏 差值为11度 软缩 小萌 差值为0度 正常 周宇 差值为3度 正常 所以张主 您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您量了两次 然后最后计算的是这个差值 对 那正常应该是什么样的程度 超过什么样的水平 就是意味着 我们的肥肠肌出现了 软缩的问题了 有可能就会跟见受损 如果在两次测量的角度 差值大于10度 我们认为呢 它就存在肥肠肌软缩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 林亮和夏勇 它的差值都大于10度了 而周宇和小萌呢 很好 它俩的差值呢 都很小 小于10度 就是认为 它俩呢 没有肥肠肌的软缩 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们小腿肚子的那块的肌肉 肌肉和韧带比较紧 紧 对 那如果它这个地方紧的话 为什么会让我们跟见受损的风险 也会大大提升呢 这个跟见是从肥肠肌向下延续而成的 那如果肥肠肌软缩缩呢 变短呢 那跟见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啊 它瘦的力就比较大 就特别紧 那反过来 如果肥肠肌不紧 那它这里呢 走路的时候啊 它跟见受的力呢 相对就没那么大 所以呢 肥肠肌软缩 就容易造成我们跟见的损伤 那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肥肠肌的软缩了呢 那肥肠肌软缩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我们缺乏锻炼 那即使我们做了运动 如果我们在运动前 没有做热身去拉伸肥肠肌 或者是我们运动后啊 也没有做这些拉伸动作 那久而久之呢 肥肠肌呢 它就发生了短缩 所以如果要是运动前 或者是运动后不做拉伸的话 久而久之 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 不舒服的感觉呢 第一个症状就是长时间走路 或者运动下来呢 会感觉小腿肚子酸胀 那么第二个呢 就像我们做检查中 如果是卵缩呢 它怀关节的背身受限 就是我们脚背啊 向上勾的角度比较小 那这个呢 也就会影响我们瞎蹲 我们有的人瞎蹲困难 所以呢 这些症状就表示呢 我们可能存在非常机有卵缩 其实也是会影响运动 对 也影响我们的运动的能力 运动的幅度 甚至严重还会影响生活 像我们如果做下蹲擦地呀 或者是去洗手间啊 很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两位高风险的同事 一位是小夏 还有一位是林亮 两位回应一下 平常你们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 运动前运动后 有没有做拉伸的习惯 从来没有做过拉伸 打篮球就赶紧回家了 反正回家就休息了 我也很少 然后我一般就是跑完步 有可能拉伸 但是跑步前 基本从来没有拉伸过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必要 但是我刚刚一听 我其实挺可怕的 我觉得一乱缩起来 确实刚才专家也说了 蹲蹲下去 我就是被驱特别受限那种 可能就是这个乱缩的原因 所以有没有出现 比如说刚刚张主任提到的 小腿的这个地方 会感觉酸胀 有 酸胀有 经常有 尤其是跑完步之后 就感觉特别硬 而且就是胀了 如果运动之后不拉伸的话 的确会感觉到 小腿肚子那个地方 会皱皱地紧紧地酸疼 那怎么去改善这个现象呢 那我们今天也是请曲医生 教大家两个简单的动作 这两个动作可以帮助大家 拉伸我们的肥肠肌 避免跟腱受损 是的 好 再次邀请曲医生到台上来 林亮 赶紧来学习一下 怎么做呢 曲医生 我们其实有两个动作 一个叫肥肠肌拉伸动作 一个叫我们的离心训练 做肥肠肌拉伸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公布站立的动作 换侧在后 然后剑侧向前 剑侧屈膝 然后拉伸换侧的小腿肌肉 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小腿的肌肉能够慢慢地 慢慢地有明显的拉伸感 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呢 我们做动作的时候 我们的换侧腿和我们的躯干 要保持一个直立 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我们的脚竿 不要离地 不要这样 一定要保持这个姿势 来 脚跟着地 身体和腿都是直的 试试明了 对吗 再慢慢地下沉一点 然后让自己感觉到一个明显的拉伸感 有什么感觉 我烧火了了 特别明显 哪个地方你直直 就这一块 就这一块 这个过程我们要持续30秒 重复三次 那我们在运动前和运动后都要做吗 最好是在运动前做一下 运动后呢 着勤 看我们的运动上的大小 不要过度地负载 第一个动作其实真的非常地简单 但效果很明显 第二个动作呢 第二个动作做起来 其实也一点都不复杂 我们需要找一个台阶 然后呢 让我们的双足的前脚掌 站在台阶上 身体保持一个直立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 最好啊 我们的手上能拿一个栏杆 或者是护栏 维持我们身体的平衡 来 栏杆来了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动作的第一要点 其实就是注意安全 第二个要点 首先我们要保持一个足跟 提足跟的动作 然后再慢慢慢慢地放下去 慢慢地放下去 然后足够下沉 就是脚尖踩这个台阶 对 脚根要完全下 对 脚根要悬空 然后慢慢慢慢地下沉 要足够地下沉 直到我们感受到 明显的一个前拉感 然后再慢慢地提起我们的足跟 如此循环往复 做这个动作 行 然后您来保护力量 我怕拉不住它 试一试啊 好 我们足跟 足跟悬空 然后上的身呢 保持一个直立的状态 然后慢慢地下沉我们的足跟 慢慢地下沉 沉当呢 敏感到明显的一个前拉感 有这种感觉了吗 都掉下了 好 慢慢地慢慢地再抬起来 慢慢地抬起来 这个过程呢 我们一定要慢 这个过程呢 维持十秒 然后我们要做二十次 抬起十秒 还是抬起落下 共十秒 共十秒 好 有趁拉感吗 林亮 也是火烧火燎的 就这两块 太缺乏锻炼了 轮缩得很严重啊 居医生觉得刚才 林亮做的标准吗 可以吗 可以 非常不错 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动作 其实是简单一行 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起到我们锻炼 保护 拉伸 我们根腱和肥伤器的作用 同样也是运动前和运动后 都要来做吗 最好是运动前做 运动后呢 我们还是要适当地休息一下 然后在休息之后 再进行拉伸 我们不要进行 大运动量的运动之后呢 马上进行拉伸 这样反而容易得不偿失 过忧不及 理解了 明白明白 林亮回去之后 一定要好好地坚持 对对对 避免肥肠期出现过度的软缩 久而久之 你的根腱就容易受伤了 甚至是断裂 是是是 好 谢谢齐医生 也感谢林亮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北京同仁堂 生脉引赞助播出 接下来呢 我们带着大家来做第三个测试 这个测试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测试的名字叫 足弓类型的测试 那足弓啊 如果一旦发生异常 它就可能过度 牵拉我们的根腱 不管是扁平族和高弓族 都有可能 存上我们的根腱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 我们厂上 四位嘉宾的足弓 今天呢 张主任也带来了 专业的仪器 我们先拿上道具 刚刚呢 在测试的同时 我们也拍下了 四位嘉宾足弓的照片 咱们来看一看 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各位大概都属于什么类型的足弓 张主任 我们初步可以看到 林亮 夏勇呢 是高弓族 周宇呢 是有一点扁平族 小萌还好正常 所以四位嘉宾 现在了解了自己足弓的情况了 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来测试的话 怎么来对照 我们的足弓 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在家里呢 很简单 我们没有这种仪器呢 我们可以用湿毛巾 将我们的足底擦湿 但水不要特别多 擦湿就好 用A4的白纸踩上去 就可以得到一个足印 那怎么去评估 是否有高弓族扁平族呢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那就是测量最窄处 和最宽处的比值 如果最窄处呢 占最宽处小于三分之一 那就是高弓族 如果最窄处占最宽处大于一半 那就是扁平族 那通过这一轮的测试 谁会有根腱受损的高危风险呢 我们要为大家来揭示测试结果 结果是林亮 高弓族 高风险 小夏 高弓族 同样 高风险 小萌呢 正常族 低风险 周宇 扁平族 高风险 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 就是除了正常族之外 高弓族和扁平族 都是有根腱受损的 高危风险的 是的 为什么呀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个模型 还有道具 在这里 好 请上道具 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高弓族 扁平族 是什么样子 那首先看一下 这个是正常的足弓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足弓和地面呢 大约有一只的空间 那么对于高弓族呢 那她的足弓啊 就很高 尤其呢 她有个问题就是 可能时间太长 有的人会存在 脚后跟啊 内翻的倾向 是往内侧翻 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 内扣的一种感觉 就是有点像 往外崴脚的这个姿势 对 对 是 所以呢 高弓族 有一定的更坚的风险 反过来呢 扁平族 他的足弓很浅 一旦负重的时候啊 足弓几乎要消失 这个足弓这里啊 与地面接触面积太大了 那扁平族 它有个特点是 脚后跟是外翻的 就往里这样的 对 我再给大家 用这个模型展示一下 这个是我们右脚的 骨骼模型 高弓族呢 它的脚后跟啊 这是我们的根骨 它有可能会内翻 是这样子的 内扣 那如果是内翻的话 我们的根间的路径 就变短 路径变短 久而久之 这根间呢 就短了 软硕了 根间是短硕的 那根间短硕就和我们前面 斐肠肌 软硕是一个道理 它就会过度牵拉我们的根间 那么走路的时候 尤其运动的时候啊 就可能损伤我们的根间 那扁平族呢 扁平族呢 是外翻的 那它的走路的时候啊 它的根间也是会过度牵拉的 因为还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扁平族的足弓是不稳定的 它是踏陷的 那相当于每走一步呢 这个根间呢就受到牵拉 那可能它受的力就相当于我们跑步一样 它受的力更大 所以呢 如果我们有一个稳定的足弓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您说运动的方式啊 咱们是可以慢慢改善的 但这个足弓 我觉得一时半会是改善不了了 所以一旦要是存在着高弓族和扁平族 怎么才能够避免根间受损呢 那对于扁平族和高弓族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特殊的鞋垫 那它的作用呢 就可以纠正我们后足的力线 那比方说 我们前面提到高弓族 它的脚后跟是内翻的 那么内翻呢 我们通过这种鞋垫呢 身前不一样呢 就可以让它内翻变成中立位 给它纠正过来 那这样子我们走路的时候和运动的时候啊 更坚受的力呢 就会减轻 这是特质的鞋垫 对 特质的 那当然对于我们这个扁平族呢 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足弓降低 那我们通过提高着足弓 对足弓有个支撑 支撑起来之后呢 就可以使得我们足弓能够稳定 那走路的时候啊 更坚的受的牵拉就小 同时很重要一点就是 你看它通过歪高内低的状态呢 将歪翻的足弓 给它纠正到中立位 这样呢 更坚的受的力呢 也是减轻的 所以通过这种鞋垫 也可以缓解我们更坚的受损 其实我们是可以找专业的 足弓外科的医生 来帮我们根据自己的脚型 定制这样的一些特制的鞋垫 避免足弓受到损伤 是的 好 感谢您给我们吃了这么多的秒招 好 先撤掉道具 那么通过三轮测试 我们厂上的四位嘉宾 有跟腱受损的高危风险 需要亮灯警示的 是谁的 好 亮灯的是两位男士 林亮跟小夏 小夏看到这个结果意外吗 我倒是不太意外 因为我可能觉得 这根件就不太好 确实是 那亮了红灯之后 就要更引起警惕了 对 那林亮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以后要多注意一下 运动上的一些习惯 其实刚刚我们在 这个完成测试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指导意见 已经非常详细地交给大家了 我们就按照这个 刚刚指导的这种方式 落实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去改善我们这个 跟腱受损高危风险的问题 好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张主任 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真的不小心 我们的跟腱 可能出现严重的受损了 那在应急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教大家四个简单的小方法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冷腹 那我们可以用冰袋 也可以冰箱里冻的 其他的甚至框泉水 可以临时呢 做一个冷腹 那冷腹的好处呢 可以防止进一步的出血 还可以消肿 那第二点呢 就是休息 不再进一步损伤 可见 第三点呢 就是使用一些 弹力绷带也好 或者我们网上 其实有很多 这个护怀 可以进行一个 简单的固定 它固定的好处呢 防止它继续损伤 同时呢 通过这种弹性的包扎呢 可以促进消肿 防止进一步的出血 和水肿 那最后一点呢 要抬高欢支 这一点呢 很多人是忽视的 我们抬高脚步之后啊 就可以促进血液回流 减少它的水肿 那我们可以用枕头啊 被子啊 踮高我们的脚步 就可以了 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 您最后还有什么 想要告诉给大家的呢 根肩损伤呢 实际上是比较常见的 那它后果呢 其实还是很严重的 甚至发生根肩断裂 那么根肩断裂呢 我们就没法正常走路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如果存在这些高危因素呢 可以通过我们今天 教大家的几个训练的方法呢 可以去改善 做一些拉伸 尤其呢 我们在做运动之前呢 一定要充分做好热身 那么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江主任 今天给大家 全面而丰富的介绍 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 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来来一下 喜欢一下 我们下期را 我们下期再见